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七百四十三集 康伟是可怜的 别人过春节 他也过春节 却是躺在床上过 康伟也是幸运的 一场车祸 现在看来没给他造成太大的后遗症 反而促进了家庭关系的融洽 要没有这场车祸呀 康伟和康联明的误会解不了 没这场车祸 谢云也不会幡然醒悟 从自愿自意中清醒 积极面对真实的生活 康伟说谢云管得多 但口气多幸福啊 他妈妈有烟火气了 不再是泥塑的雕像 美则美 以前是没活儿的 晚上在康伟家吃饭 关惠鹅忽然开口问道 你的店是不是要在京城里开张了 买的衣服 我和你下夜的年龄能穿吗 谢云挺好奇 小兰要在京城开店呀 夏小兰马上明白了 关惠鹅是在给她打广告 应该是三月中旬开张 到时候您和谢阿姨来挑一挑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款式 关惠鹅心想 只有两个人去还不行 还得在单位上说一说 告诉湛爱群那些人一传十十传百的 就给夏小兰家的店带生意去了 关惠鹅还有更为难的 等周国斌下班回家 她就对丈夫说了 我听小兰的意思 她妈妈以后都要跟着住在京城了 你说以前人家在外地不提 现在到了京城常住 我们两家不来往行吗 关惠鹅忧心忡忡 夏小兰是很明白事理的 女孩子个人很优秀 什么农村户口啥的 提起来根本不影响夏小兰 现在夏小兰也不是农村户口了 考上大学 跳出了农门 关惠鹅不是觉得和一个农村妇女当亲家丢人 她是不知道要怎么和刘芬相处 两人能交流沟通吗 周国斌也比较重视这问题 没有随意对待 你问一问小兰 我们能不能上门拜访 夏小兰是不可能和亲妈撇开的 周甲也没有这么厚的脸皮 但关惠鹅的担心也有道理 要怎么和夏小兰的母亲相处 要讲究方式方法 据关惠鹅所见 夏小兰的亲爹夏大军是比较糟糕的那种人 周国斌也想不通 这世上怎么会有人爱别人的孩子 胜过自己亲生的 脑子有毛病啊 这也幸好是离婚了 要是没离婚就要和周国斌当亲家来往 她心里也不舒服 穷不穷的没啥 就怕人是糊涂蛋 白天 夏小兰给家里拎了东西 关惠鹅还没看 现在终于有时间拆开 自然也发现了同样的红包 哦 你儿子孝敬的 周国斌哼了一声 哼 他的工资可没这么多 这钱我 周国斌话还没说完 关惠鹅就把他那个红包收走了 哼 这钱你不要是吧 那两个都归我了 周国斌张张嘴 他啥时候说不要了 话都还没说完 红包就被拿走 周国斌喊了两声 你把钱拿走 总要把茶叶给我还回来吧 我之前那些茶叶 你给我藏哪儿去了 茶为啥不能喝 是未来媳妇送给他的 他就应该喝 夏小兰回到京城就忙 余奶奶也被安排了任务 家里只有让刘芬收拾 短住和长居不一样 里里外外都要添置 家具什么的 夏小兰说买简单实用的 这房子将来还要改建 现在买了 到时候放着不好看也是浪费 家电却能用好几年 余奶奶也是傍晚才回家 老太太今天够狠的 当了一天礼仪老师 把两个年轻姑娘都训哭了 寒凶驼背 仪态糟糕 先练两天贴墙根 再练顶碗 夏小兰冷汗直流 你悠着点 现在可不是选宫女的年代了 我在替谁操心 就这标准还宫女 我家过去都比这个 呸呸呸 差点又让我犯错误 他们是一态不好 练一练不仅是帮你忙 他们以后就会感激我了 余奶奶听说 店要三月中旬开业 还有二十天时间 怎么也能将这批店员 训练个大概模样 夏小兰说的没错 现在又不是要 送进宫里伺候皇上 封建王朝那一套 早就行不通了 余奶奶也只能让他们 练出个大概 余奶奶也不是吹牛 要不是夏小兰的店里要招人 平白无故的 谁去给他们上礼仪课呀 别管是余奶奶 交点礼仪和仪态 还是夏小兰准备奖的销售技巧 有人肯教他们东西 应该透着高兴才是 是 您说的对 不仅他们该感激您 我也是 您这上了一天课 累不累啊 夏小兰狗腿 余奶奶脸板久了 才是真累 她嘴巴的弧度变柔和了 我累啥 你妈才累 这两天在家里搞卫生 你没见 这房子都不一样了 一家三口人 个个都在忙 夏小兰说明天去吃涮羊肉 刘芬没同意 就在家里坐着吃 等开学了 也请你那些同学 来家里坐一坐 没有敞亮的房子 刘芬怕给女儿丢人 现在日子不一样了 母女俩在京城安了家 刘芬也有了自信 夏小兰点头 嗯 到时候再说吧 我们还要忙店里的事 不一定有那时间呢 于奶奶没自声 老太太在琢磨另一件事 刘芬搬来京城长居 周成家里要有诚意 就该主动上家里拜访的 于奶奶很不赞成 女方家长 先上男方家去 华国一些传统 还是有道理的 于奶奶想问一问夏小兰 周家有没有这个打算 看夏小兰也累得够呛 干脆闭口不提 也是 现在见啥面呀 夏小兰自己都忙活不过来 谁有时间去招待周家人 第二天早上 家里的电话响了 是光慧额打来的 主动和夏小兰提了 能不能上门做客 于奶奶马上改了口风 双方家长是该见见面 你和周成感情也挺好的 夏小兰想了想自己要忙的事 约在了周末 刘芬翻了翻日历 还有四天 他见了周成父母 应该说啥呢 周成家事那么好 爸妈真的不会挑剔小兰吗 刘芬很是紧张 他虽然和汤红恩这样的领导 打过交道 但别的干部 是不是和汤市长一样 刘芬心里也没底 你紧张啥 周成将来能不能娶你闺女 还得你点头 要紧张 也是他家里面紧张 你可有点出息啊